大家好,今天過得好嗎? 我們現在在土城站附近的京城公園 上一集我們從海山站一路走到土城站 然後我們今天要走回去 不過要繞去清水 上一集的最後跟大家報告的就是 我們在這個土城站這邊 未來會有一個土城行政園區的規劃 在這個今天節目的前半 想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整個土城的捷運規劃 那土城目前最主要是藍線經過 它有海山土城、永寧跟頂埔四個站 那未來頂埔站會有三陰線延伸到三峽陰閣 會再到桃園過去 那再來還有另外一條比較重要的線 就是從中正經典堂站一路拉到迴龍站的萬大線 然後它從中和進入土城之後 總會有LG90、11、12、13有五個站 其中LG11站在土城 那LG10是清水 那這兩個站的位置就跟暫緩重劃區 非常非常的近 未來土城到中和板橋、樹林、三峽陰閣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搭捷運就可以去了 搭配這個公共運輸的發展 就是土城除了暫緩重劃區、四發園區、土城行政園區之外 永泥這邊有一塊相關的獨根 還有在鼎埔站有運效重劃區 還有土城工業區的獨根 所以我自己認為 這個土城在未來的這些交通發展下 其實它的一些相關的建設會越來越好 除此之外呢 土城它這邊呢 其實有國山經過 那它本身就有一個土城交流道 會從頂埔這邊下來 然後再接台六五 那你走台六五就可以到五谷新莊這一帶去 然後你也可以到新店或到桃園機場等等 算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但是土城交流道一般來說都非常用勢 所以這個配合四發園區的相關的規劃 在那一帶會拉出一個金城交流道 那土城會在清水那一帶 原來要叫清水交流道 但是為了跟台中的清水交流道做區隔 後來就是改名叫做金城交流道 那土城的這個交通的部分 它就非常非常的完整 之前跟我陪我弟來看房子的時候 那我弟就是在土城跟溫宰駿這邊看 因為他的房價大概是在50萬左右 那我自己就會比較喜歡土城一點 最主要是土城他的相關的發展的機能 也比溫宰駿那邊好一些 因為溫宰駿就通通都還在弄 再來就是土城這邊他有自己的這個 比如說叫做工業區 所以他自己會有他自己的商業區 我認為他未來是一個小的核心 他在土城工業區這一帶 或是永寧這一帶 他都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 跟工作的樞紐 可能未來會有更多從桃園過來的人 或是從這個新北或台北其他地方來這邊 做一些這個商業或工業上的這種需求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們又走到了這個 這個展榮文化公園還有這個醫院這附近 就是看到了這個不增養墨 暫緩重畫區目前最貴的房子 它這個建案就是前面就是閃龍文化公園 然後面對的就是意願 所以V5C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這個建築物本身呢 就是剛剛看的 它也不落屬套 很特別 好這個是這個金城武二 這裡有非常非常多金城武 總共5C嘛 然後我每次來 有時候看遊戲建築物 這到底是什麼呢 我今天最近做公開回家查 我終於發現 他們都是這個金城武一系的 什麼都心花園啊 世界花園啊 京都花園啊 都是金城武 然後這個黃翔快樂花園就黃翔 它也是一個超大的這個建案 但它的時間就比較久一點 黃翔在土城的這個案子也超級多 好這個是新潤清華的接待中心喔 這邊有一個小塊的公園 這個是上千層 和千上千層 但是它的基地離 這邊就有一段距離了 好這邊就是金城叫到未來會下來的這個位置喔 旁邊則是統一超商 它未來要蓋的複合式商場喔 在這個附近 我們就沿著學士路再繼續往前走喔 這邊也有一個附華的案子喔 叫做附華城峰喔 就這一棟 感覺上已經交屋囉 我們就來到了這個要 走到這個明德路跟金城路的交叉口喔 這一帶呢 我覺得應該是戰環重劃區 就是怎麼講 交通最方便的一塊喔 除了這個 剛剛講的 未來可能會有金城叫到下來之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 它離海山站很近喔 這裡幾個建案的 看起來都陸續在收尾了喔 和義明鏡 這我們上次要去看 結果說 都在看 都在 小姐都出去了 看不到喔 那我們每次來土城 或是 可能就是走國山 然後不知道吃什麼時候呢 就會想說 那是不是來這附近吃這個杖壽司喔 所以常常跑到這一帶來喔 這邊都是在做收尾喔 等這集播出的時候 我想這一帶都已經弄好了啦 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喔 這邊就是 比較偏向清水這一帶了喔 因為這邊就很接近清水路 清雲路這邊喔 這基本上就是 算是清水吧 這個我講錯了再請大家指證喔 富華成意 賬壽司 旁邊有UNICRO 這邊停車也超級方便 但是呢 這個賬壽司 不是你想吃就吃得到 有時候就是要 抽號碼牌 下面的這個看起來很日式的房子 就是 城市建設的接待中心喔 這邊有幾個案子 這也是富華的 這邊有一個看起來有點奇葩的建築物喔 後來發現是國泰京城 它是一個十字喔 你看一個十字 然後四個角是房子 中間是這個電梯的位置 城市建設在這個 這個叫什麼 頂埔運銷呢 要推案喔 聽說也是要開一個高價 不知道會不會像這個 文在駿的這個 閱讀台灣一樣 就是賣在一個 不是很合適的時間點 開一個很 很讓人家震驚的價格 好 富華城鎮 我們現在走進去的這個 就是清水爐喔 這邊有一個是富華城鎮 還有第一期的這個 金城武四季花園 然後在旁邊呢 是新潤新城喔 轉個彎我們進入了清福街 這邊左右兩塊空地喔 它就是富華之丘的基地喔 那裡面上富華之丘已經爆開工喔 它有兩期 一期叫光陰 第二期叫四季喔 右手邊這個就是已經賣完的光陰喔 我對富華思丘的這個怎麼說呢 房屋本身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當然就是可能有口袋煞 但是我比較不喜歡是它的這個 樣品物啊 格局改太多囉 不知道為什麼有的樣品物 特別喜歡改格局 改很大 然後就會造成你很困擾說 為什麼這個是這樣 這是那樣 我覺得如果說這個 建設要賣房子 這樣品物能不改就不要改 對不對 不要改格局 大家比較清楚你到底是賣什麼東西 沿著這個清福街再往前走 它兩邊也都有案子喔 這邊有一些水準喔 這不知道是不是大安寸的一段喔 這邊的風景跟我們剛才土城站到這個 長庚醫院這一帶就有點不太一樣喔 這裡的感覺比較更偏住宅 然後它的這個生活的機能呢 會在清水的這個正核心的地方 就是我們剛才清水路路 我在往前走 那邊是非常熱鬧的喔 但是因為我們岔過去了喔 那這邊這一帶的是另外一個風景喔 這裡的建商我這也感覺也不會像這個 暫緩那邊 就是 我想就是 宅門公園那一帶有很多比較大的 有沒有建商的國泰啦 或者是像這個溫馨喔 這幾個算是也就是 就是比較大的建商 這邊建商的規模可能就小一點 那剛才聽過的這個富華 它是圖城板橋這一帶喔 比較有名的這個建商 然後還有一個台姓 台姓這邊也蓋了好像三四七也不知道 不過這邊也有蠻多冒德的案子 像這個成品學院這個是冒德的案子 最近才開案的 這裡的這個重劃區的地就比較破碎一點 它就跟這個傳統的社區 其實是有點交雜在一起喔 我們走到了這個是青雲路喔 我們要繼續往南走喔 這就是台姓的熱情室喔 還有好幾個案子在這邊 右邊這個呢是這個好事嚴嚴喔 好事嚴嚴還有另外是好事連連 它都是這個 城市建設的案子 長得都一樣 那這個城市建設案子 就客製的這個很多 客製的選項差不多喔 從門的背板啊到浴室的磚啊等等啊都可以做客編喔 那剛剛那個是紅布朗花園 它也是 就是茂德蘭這邊有一間拉麵店喔 這紅景建設的 這就是蓋日月光的那一間喔 這是日月光底下的這個 這個這個什麼 關西企業 聽說這個新美企業 原來也是科技產業 後來弄一弄跑去蓋房子 發現比較好蓋 比較好賺喔 再往前看到這個高價就是國山喔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國山離這邊就非常非常的近喔 那這邊的房價的價格可能就跟這個 展榮公園那一帶是有差別喔 因為這邊可能就有一些噪音的問題啊 或者是這個 這個 糞塵等等喔 因為開車 你有沒有也沒有 這間廣告有打到新店喔 所以我是知道這一間這一壺的喔 再往前走呢 就會來到這個暫緩重化區的最尾巴喔 這邊有一個學校 那這裡其實也離未來的那個 司法園區的位置也很近很近喔 司法園區呢就是要再往南走喔 他在這個鴻國德林科技大學的西邊 我們這邊走其實就已經到德林大學了 就這邊 好了差不多我們就倒回去囉 給大家看一段就是我們如果走國山會看到的房子喔 像剛剛看到的紐約艾美啊 還有熱情室喔 還有好事嚴嚴喔 就是我們在國山會看到的風景 如果你是晚上開那一段呢 欸你會感受到他的這個 好事連連的這個光喔 非常非常的亮喔 他的這個燈很亮喔 我又覺得有點光嗨喔 可能住戶可能會有 最後會煩惱的就是說 欸這個 這個公共電費怎麼辦 好了我們就要 回程要走回海山站喔 喔這叫紅布朗花園 剛剛有講的這是茂德蘭子 拍攝當天的天氣呢 也是非常的棒喔 陳品學院這也是茂德蘭子喔 這邊就是清水的這個 傳統的社區喔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的房屋就 還有比較舊一些啦 還有三層的公寓喔 這也是 此時何而在這邊 解決這樣子 但是這邊的問題 可能就是說 他離捷運都遠一點 他目前目前 目前 目前離海山站跟土城站 都一段的距離站 未來在這個位置呢 其實現在我找到這個位置呢 就是萬大縣清水站的預定地 不確定他會蓋在哪裡 也許就是這個立體公園會拆掉 變成暫體等等 萬大縣他有一段呢 是這個 要走地面的 差不多是下班 跟放學的時刻喔 這個時候 馬路上的人測都變多了喔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要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喔 走到這個新北高中附近了 就來到了海山站 那我們要在這邊結束今天的節目 這棟 我們上集有看到 好了我們今天在這邊 跟大家說再見囉 掰掰